所以我们大概了解TikTok的这个算法规则 我们其实就能知道 它为什么能有可能变现了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TikTok这个模式 它跟电商模式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电商是人们首先产生了购买的意愿 就是我想买东西这个想法之后 然后我才会去上淘宝 或者国外的话 他就上亚马逊去搜 搜到这个产品之后 我因为一搜到 他会有很多家都在卖同一个产品 我一定要货币三家 我去找一下每一家 哪个评论怎么样 价格怎么样 涨项怎么样 哪边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等等 所以我就会变得特别严格 这一次支付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次支付 对于每一个商家来说 你们都是被选择的对象 所以你必须得持续不断的优化 你得跟别人去比较 你才有可能获得我的青睐 TikTok它的这种购买模式是什么样的 首先它是先用内容让你上映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的所有的算法机制都是在勾引用户上映 就是它会持续不断的推更多别人喜欢的 或同类型人喜欢的视频给你 你看了之后你就发现 这个我看着很不错 很有意思 我就想继续看 放在下一个 我还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它总会给你推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视频 让你来上映 不知不觉间你的时间就花在了这里边 所以上映模式是它的第一件事 它把你的所有的碎片化时间绑定在了这 其次呢 它用千人千面的这种个性化推荐 把你分到越来越细致的细分路径上 就比如说你经常刷这个宠物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给你推荐宠物视频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精致 那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被打上了标签 你被打上了宠物爱好者这个标签 对 然后你有的人喜欢跑步的 有的人喜欢健身的 有的人喜欢这个商品的汽车的等等 都会被打上各自的标签 这个标签它对用户来说是一个好处 就是你能总是能看到你想看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对于说 比如你也想看别的东西的话 那你只能自己再去搜或者再去看 所以TikTok偶尔会给你推一些别的 但是主要还是给你推你标签内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商家来说 那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用户变得特别特别的精准 你如果就是卖宠物用品的话 你在TikTok上面去找那些宠物爱好者 你就很容易能把你的东西推 全部都推给这个宠物爱好者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千人千面各定化推荐 它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个优点 它对于这个卖家来说更是一个优点 那在优点之余 我们就要开始尝试做内容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用户是喜欢宠物用品 比如说我们是卖宠物用品的 我们用户是喜欢宠物的 那好 那我就开始推宠物用品 我就开始把我的宠物用品 我玩活卖瓜 我自卖自夸 说我这多好多好 肯定不行 那你就要用宠物爱好者们比较喜欢的形式去展示你的产品 比如说他们喜欢看动物 看搞笑的动物 看温情的动物 看各种各样 反正它对于动物的判断就是其实细分底下的这个标签也很多 我们就要选择其中一个跟咱们产品最契合的一种表现形式 然后拿着我们的产品跟往这个内容形式上去进行调整和靠近 我们要尝试去一定这时候就是要动脑子了 你得动脑子去想 或者说你得找到同类型你觉得还不错的视频 把它搬运过来重新剪辑 这也可以 反正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步我们要做的是内容 内容驱动很重要 而不是说我只要把我的产品拍上去发出去 然后最后再问怎么没有人来买 因为这个平台上大家来不是来买东西 大家是来看内容的 他之所以能买东西 首先是因为你的内容吸引了他 那最后我们说这个内容叫什么呢 我们展示的内容一定要叫做解决方案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场景 我就拿一个比较简单的案例来说 就之前在国内 就是我们的那个汽车倒车镜左右的那个后视镜 上面不是经常下雨之后 会会有很多的水字吗 那在淘宝上或者说你去1688上都可以看到那种叫防水贴 那个贴贴完之后一拔下来 一撕下来 你再下雨 它上面都不会有很多的水 就这么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东西 你在淘宝或者1688上去看的话 大概2块9 你能买5张 还是买几张 反正特别特别便宜 然后你在抖音上他们卖就是卖29块9 5张 5张起卖 有人把它放到了TikTok上 然后在他们独立站里边 29块9到10张 然后就这样卖 大概在两个月的时间卖出了2万单 就是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示的 他们就是在拍摄一个下雨的场景 然后车上就是后视镜全都是水 特别特别 就跟我们在抖音上有时候看的特别简单 没有什么花烧的一些表演或者什么 就是那时候本来都是水 然后他们贴了这个防水贴一丝 然后再用水喷 一点水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视频 但是他展示了一个场景 他展示了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他的这个试错成本又不高 所以这其实如果说在座小伙伴 大家有在抖音上消费过的体验的话 你就会比较心里边比较有谱 对我在抖音上买东西也是这样 你本来没想去买 你看着看着突然就心动了 就想买了 因为他给你展示的是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是打动打到了你的痛点 同时他的这个试错成本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就觉得是这么一次错了又怎么样 对就是就这样一个场景 所以说TikTok和抖音 他的这种变现方式和变现的这个逻辑 其实是很顺畅很顺畅 所有的人都是可以体会到 哦原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变现 这也是我们以后在做TikTok 或者这种社媒的时候要注意的 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卖产品 而是说我们要打造我们这个产品的使用场景 对我比如我们自己现在做的一个这个健身用品的账号 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做的其实是健身的教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健身用品是怎么用的 我们告诉你这个健身用品 他能练什么地方 怎么去练 我把详细的教程告诉你 那用户他如果觉得我这个部位想要训练的话 他首先第一反应是哎 那我缺这么个东西啊 好我这边挂上独立站 你想买到我这来 这个逻辑就特别特别的顺畅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个我个人就是会比较比较比较想想跟大家沟通的一个事 叫做抖音的这种盈利本质 或者说不叫抖音吗 应该叫头条这种推荐式算法盈利的本质 呃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平台上看到的大部分东西 像美女啊宠物啊特效啊这种视频剪辑啊等等等等这些内容 我们本质上可以把它总结为三个字叫信息差 我们之所以会上瘾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上瘾模式 之所以会上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跟这些视频up主 或者这些这个账号的发起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信息差 他们有的东西我们没有 他们自己经历不到 或者我们在生活里看不到 所以我们才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网上去关注他们 去看他们去期待他们下一次的视频 那也因为我们付出了咱们的时间和关注 包括我们付出了自己的就是对于对于他们的喜欢喜好 那他们就有了盈利的能力 那他们盈利的能力呢 本质上其实也是三个字叫供应链 为什么呢 就是呃如果说有谁做过抖音的这个 不管是直播还是带货还是怎么着 你都会发现最终你能盈利的直接原因就是在于你有供应链 你有货可以卖 你知道自己要卖什么东西 然后你再利用这种信息差去诱惑别人来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整个交易的现成才是顺畅 如果你手上没货你再厉害也没用 这一晚上你你你你就是再怎么去跟大家直播 手上没东西可以卖 你是就没办法盈利的 所以说本质上我们在信息差供应链这两个端口 他就是我们这个推荐类 个性类推荐这种视频 呃这种平台盈利的本质 那我们为什么tiktok值得做 我们就从这两个点来说 第一个就是信息差 首先是抖音他比tiktok要早了两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tiktok 呃相当于我们在两年前就18年19年左右开始做抖音 但是那个时候做抖音 没有这么丰富的这种变现就跟现在做tiktok一样 没有这么丰富的变现的思路等等 所以那时候大家很多人都是不敢玩呃 愿意去玩的也都心里没底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么一个信息差 我们其实已经比别人早了两年知道抖音可以怎么样变现了 我们是带着抖音的玩法的整个的变现的思路来去运营tiktok 所以我们在玩法上就比国外要早了两年 那这种方式 我现在甚至一度以为tiktok他在国内就是门槛很高 每不是每个人都能玩的 或者说他的要求变很高 很容易被封号 原因就是为了保护国外市场 怕我们国内就是玩过必然的抖音这些小伙伴杀出去 把国外搞得乌烟瘴气 这个平台就没法做了 对他还是要保证这个平台在国外先活下来 然后再去搞商业化 那我们在抖音端已经明白该怎么变现的 去tiktok就是降维打击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短视频这一端 其实也比国外要早甚至都不止两年 国外的youtube其实做得很好 但是在短视频端没有做得很好 那那时候很多人会认为 你看中国人是不是就喜欢短视频这种短频快 老外他们就是喜欢这种youtube这种比较长的艺术片等等 他们对品质有追求 那在tiktok一下就打了做人的脸 就他其实在国外做得很好 很多人喜欢 而且用户这个使用时长越来越长 就说明短视频这个事 他不是某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喜欢 而是全世界人都喜欢 这种短频快的方式 那我们比国外做得早 就意味着我们在无论视频拍摄产出 甚至视频库存方面 我们都有先天的优势 这些优势就让我们自己去在做tiktok的时候 无论是国内的供应商 编导 编剧 拍摄 还是说 甚至我们就搬运 我们的素材都要比国外的多的多的多 就现成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去年 其实很多账号早期做起来的 都不是靠自己拍的 都是靠搬运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平台本身的前景还不明了 所以你去拍摄的话成本会比较高 搬运效率会更高一些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靠搬运 最后做上百万号 这很正常 所以信息差这件事是让我们深刻的知道 tiktok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做的 我们就不是完全有的这个 价位打击的一个资本 那从供应链端的话 就是第一个我们在 因为我们的国内的厂商 我们会知道我们其实在产品端 产品链我们是最全的 性价比我们也是 相对来说 我们性价比肯定是最高的 因为也有一些地方 他们现在工厂搬走了 比我们卖的更便宜 但是他品质肯定跟我们还是有差别的 那再加上我们现在国内的速卖通 等等这些平台 让你一键取货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这种分销的方式 其实做的很成熟 特别特别成熟 所以我们在有了流量之后 关于怎么带货这件事 供应链端我们是一点都不需要操心的 只要你能有流量 你就能把东西卖出去 你就有货来卖 那只要你用了咱们国内 已经现成了这些视频的团队 或者说这些视频的库存 你就有可能把流量拿过来 就可能让他们转化成想要购买的人 所以你看从这两个端口来说 我们TikTok就已经把最 就是我们国内的现在的情况 已经把最难的两个店 已经全部做好了 一个信息差 我们有库存的信流量 一个供应链 有流量我们可以进行变现 有货进行变现 所以TikTok的变现途径 就很明确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 在一开始就说 TikTok代表着未来的内容方向 是咱们跨境电商 最不能错过的一次机遇 对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于TikTok本身这个平台 应该是有一个比较 比较全面的一个认知 对 为什么我们要做 还有包括它怎么能引力 逻辑上 理论上 它都是一定能引力的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 可能就是细节上 它该怎么引力